嗨,各位朋友们,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又回来讲这个跟枪械有关的话题 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 就是背带 那市面上呢,这个背带琳琅满目 有从最传统的这个 这个 这个GI Sling GI使用的这个传统的军用背带 到现在越来越这个 华丽的这种多功能背带 那我今天在这里做一个 最简单的这个 这个分析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了解 在挂背带之前 要了解这个挂背带的这个界面 那我们从最常见的这个 这个 Start and Swivel Interface 开始 那这个部分呢 是 Swivel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跟背带一起 大部分的时候它是单独卖的 然后这个呢 是挂在你的 Start 上面 那如果说你 在大部分的猎枪跟散弹枪上面 这个会 这个会是 会跟着这个枪托一起 那如果说你没有看到的话呢 那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它是像像这种 塑料的枪托的话 它可能就直接跟塑料枪托是一体的了 或者是你需要另外 另外再再自己安装 那这个 Swivel呢 大部分的 Swivel 是你能够 你能够把这个部分给悬开的 那有一些 Swivel 是 我记得的例子是 Ticcup Ticcup 它盒子里面提供的 Swivel 是你可以直接拉开的 总而言之 你把它转松了之后 往这边一推 然后就旋门把它拿掉 你发现呢 这个部分 可以直接穿过你的 Stud 中间这个孔 因为都是标准尺寸 所以你可以直接穿过去 然后你再把它这个 Swing Gate 给 关上 然后再把这个螺丝给悬回去 就 叹叹 大功告成 那这是市面上最常见的这个界面 那第二种很常见的界面呢 一般会在军枪上面看到 是这种很简单的这个挂环 那挂环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这个 将背带套上 然后 串起来固定 那我之前提到这个 Gislin 就是 给这个 是 针对这个挂环的 挂环的这个 界面 而设计的 那除了前面提到两种常见的这种 嗯 这种 界面之外呢 近二十年之间 因为受到了这 各种 战术思想的演变 嗯 现在新的趋势呢 是能够让这个射手 有自己 有自己这个 搭配自己 嗯 嗯 一具 个人的 嗯 嗯 习惯 有 做改变的空间 也就是这个 User Configurability 那这个新的趋势呢 造成了一些 嗯 新的界面的出现 那 嗯 我们讲 就是 下面讲到就是 嗯 另外一种常见到的 嗯 界面 叫做 叫做 QD Swivel QD 是 意思就是能够快速拆卸 Quick Detach 的这种 Swivel 那 它的QD Swivel 长得会是这个样子 它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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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个这个钢珠是 用来固定它的 那后面呢 会是一个按钮 那你怎么按下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 插到 它的这个 呃 QD Socket 里面 那一般 像这把枪上面 它有 它已经有个 预设好的 QD Socket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按进去 然后按进去之后呢 再 确认一下它 按紧了 不会再 不会再弹出来 那这个 QD Socket呢 会 会出现在 呃 可以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例如说 它会 如果你是使用 MagPo的话呢 MagPo CTR 它会在后面 会有一个 那 在很多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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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ftermarket的配件上面 你会看到 可能它的这个 Buffer Play上面 会有 然后枪的 刀柜上面也会有 那你看到 如果说 呃 有在枪上面 任何一个地方 出现了大概是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孔呢 那你就知道 那是一个 给你预设好的 这个QD Socket 那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 呃 一个 呃 呃 界面 那如果说 你的 的枪 都是 这个 都是皮轨 那 没有 那没有地方 挂 这个 QD Socket 的话呢 也不用 也不用 担心 因为 有很多的这种 呃 可以挂在 皮轨上面的 这些 呃 配件 你可以 你可以很 很容易的找到 那 我们现在示范 挂这个 挂这些 呃 呃 呃 这些个配件 那我们用的例子呢 是这个 Magpul 出的 RSA 呃 RSA 听起来很 听起来是个很 fancy 的名字 但是其实它 就是叫做 Rail Sling Attachment 呃 他们故意 弄得很 fancy 的样子 呃 总而言之 它是 这个是 在任何 呃 标准的这个 20毫米的皮轨上面都可以挂的 也就是这种 标准的皮轨上面都可以挂 那么 呃 那一开始把它松开 那你松开的时候呢 呃 你看这种螺丝 呃 它接受两种 呃 两种这个 这个 呃 螺丝刀或扳手 一种是这种六角形的 Allen Key 的扳手 然后另外一个是 平口的螺丝刀 呃 两种都可以使用 那只要松开 然后你挑 你在这个皮轨上面 调一个位置 把它给挂上 那我因为挂瞄准镜 挂多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任何东西上去之后呢 我往前推一下 让它在收到后座力的时候 不会因为 惯性的关系而 而滑动 然后把它拧紧 那这个 我一般就 让它 到 到这个 呃 Fingertight 就可以了 OK 呃 那如果说 你是 比较 比较精确的人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 Tor Crunch 那Tor Crunch 的话 一般 是 你大概锁到 15inch pound 左右 就足够了 然后如果说 你还是不放心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 螺纹上面加 1滴 这个 removable Logtite 关键字是 removable 是可以卸下来的 那种Logtite 加1滴就好了 不用加太多 那这样锁 锁上之后呢 你的 这个 这个 QD Sling 就可以 刮上去了 那我们下一步 就是 呃 呃 就是这个 示范各种 背带的 呃 不同的这个 呃 不同的这个 设置 然后是 怎么样 它 是怎么样使用这些背带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装的 这个 Magpul的 叫 MS4 Sling 它这种 这款背带 那这款背带的特色呢 是它可以 呃 做2点式的背带用 也可以呢 做成 1点式的背带使用 那同时它有个这个快速调节 这个背带长短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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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至于 呃 这个1点式 2点式 甚至 3点式背带的这个 使用上面 还有这个 这个设置上面 有什么区别呢 呃 这就是我们下一个 要 要讨论的这个 呃 重点 那我们现在 这个1点式的背带呢 呃 呃 就顾名思义 因为它跟枪 接触的地方 也就只有这一点 那这1点式背带 一般是 在 战术 用途上面比较常见 呃 或者是这个 三枪的用途当中 比较常见 呃 为什么呢 因为在1点 你使用1点式背带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的 切 做左右间的切换 那1点式背带的 这个缺点是什么呢 因为它跟 呃 它跟 这个枪 只有一个接触点 那虽然 呃 灵活上面是很灵活 但是你如果说 两只手 离开枪的时候 你的前面是一个 四五公斤的东西 在这里晃来晃去 呃 对这个 呃 枪支本身的这个 稳定性 是非常差的 尤其是你如果说 需要两只手 躺出来做其他事 然后 一只枪在你面前 在你 腿前面晃来晃去 不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 接着1点式背带之后呢 嗯 我们下一个讲的是 这个2点式的背带 那 顾名思义 它跟枪有两个接触点 那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配置呢 是最传统的一种配置 呃 虽然传统 但是并不代表 它不灵活 呃 你还是可以 呃 很自如的 去操作这把枪 呃 缺点会是 它很多时候 背带跟身体 会分离 那这种配置呢 有另外一个好处 尤其是像这种 罗德西亚背带 呃 你如果 跟这个身体搭配的好 使用得当的话呢 可以达到跟三脚架 差不多的 稳定效果 呃 那这个当然 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那如果说 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 呃 在我的补枪技巧班里面 会 有很很大的一个部分 会是讨论如何 呃 自己呃 自己做这个 罗德西亚背带 然后同时 更重要的如何使用这个 罗德西亚背带 呃 那 我们现在是这个 呃 呃 在这个传统的这个 这个基础上面呢 呃 又出现了 呃 几种新的这种 呃 两点式背带的配置 两点式背带呢 还有一种 很 很这个 受欢迎的配置方法 就是它的这个 两 两个 两个挂点呢 是相对来讲 比较接近 这把枪的 呃 呃 那很多人喜欢 这么配置 因为 呃 因为这个 配置方法呢 你在 把背带收紧的时候 可以 呃 跟身体 有 有更 有更紧密的接触 呃 Fest adjustment 包口可以让你快速的调整这个背带的长短 例如说 如果我现在需要从呃 手枪的状态 之下 我需要出枪 我可以很快的 很快的这个 呃 拉长我枪带的距离 然后同时我枪带的距离 如果拉 再再拉长 的话呢 那我可以 帮助 我 做这个 这个 换肩的 这个动作 然后我当我不需要这么长的时候 我可以 一只手我就可以 调整 调整这个枪带的长短 所以这个是 呃 相当 相当有效率的一个 一个方法 那 那 这种配置呢 是这个 我个人比较习惯的配置 呃 它是两个接触点呢 是在 枪伸长度允许的情形之下 是尽量 尽量远离了 基本上是一头一尾 那这个配置 呃 比较习惯的原因是因为呢 在我在 收枪的时候 它这一头一尾 给枪带来的rotation 比较少 比较小 呃 稳定度也比较好 那 这一款这个 V-TEX-Link 它的跟MagPo 会有点不一样 MagPo 调整是一个buckle 那它这个调整呢 是一个 是 松 这个 背带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拉紧 这个背带 呃 这个 各有各的特点 那在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呢 是这个三点式背带 呃 三点式背带 它的当初设计的用途呢 呃 跟之前介绍的背带 非常类似 只是它呃 使用这个调整 呃 快速呃 调整这个背带长度的方式呢 是靠前面这个buckle 那一般 你是在调整之后 你有一定的这个活动范围 那当你需要更多的这个背带的长度 呃 通常是需要做这个呃 换肩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buckle给放掉 然后 拉长 这样你可以 做这个 左右换肩 然后 在不需要的时候呢 再把它 再把这个buckle给扣回去 呃 这种设计呢 还有另外一种 呃 呃 特点就是你 如果说 你 长时间不需要 用这把枪的话呢 你可以像一个书包一样 把这个 或者是一个背包一样 把这个枪背在背上 呃 但是 以呃 呃 这种设计呢 以现在的标准来说呢 呃 已经 已经 是比较过时的设计了 那这也就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呃 3.4背带 呃 呃 曾经在这个 90年代 呃 封靡一时 但是 现在 基本上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当中 那我们刚给这个 这个 常见到的这个1点式 2点式 还有3点式 背带做了一个 呃 简单的分析 呃 呃 对于这个 这个 更深入的这个 这个背带的这个配置 还有使用呢 呃 我们在以后 我们在以后可以做更深入的一个 更深入的一个讨论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好